模仿被杀的猪子身材 周深就是变声器本器吧 有一个睡衣功能 能直接BNA击退 你匹配一下自不上 匹配成功 匹配成功 哇 你看 我真的戏了 这是你自己也怕这个声音 这嗓子里恐怕不是住了个AI 归零归零计算机 以一级之力 让所有男人为之疯狂 各种摄影 能说你喜欢我的声音吗 你喜欢我的声音吗 我喜欢你喜欢我的声音吗 你喜欢我的声音吗 主播鼠 让你模仿没让你超越 主播鼠吗 真的 那我叫他们 草原版大鱼友 来内蒙古之前 我唱歌是这样的 海浪木深江夜木深深 到了内蒙古之后 海浪木深江夜木深深深 这一顿是吃了几个皮卡丘呀 正常版皮卡丘 皮卡丘 皮卡丘 生气版的皮卡丘 皮卡丘 那还有是二伙版的皮卡丘 皮卡丘 皮卡丘 嗓子里到底是住了几个人 皮卡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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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最后动作 皮卡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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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话题是谁能致志周深的嘴 对此你有什么想回应的 周深也控制不住 就是没有办法 对如果把他控制住了 那就不是我了 但是还是要在礼貌 礼貌的前提下 嗯 你觉得大家对你的嘴 嘴记 很早之前 大家会说我是什么 宝藏男孩 会觉得我身上还有什么 呃 没有被发掘的一些 大家想不到的东西 现在我觉得 我已经被挖空 掏空男孩 就是什么 就是 努力地学习 希望还能有一些 什么样新的技能 被大家发现 周深是人间百里鸟 应该没有人反驳 只要听过他唱歌的人 都会为之着迷 他的歌声空灵道 让人心驰神往 甚至会一秒把人带入到境界当中去 不管是什么类型的音乐 周深都能很好的演绎出来 最初让大家熟知的是周深的大鱼 每次他想起我都会觉得自己很幸运 能够跟他合作 能够遇到这一首 一个动画片的主题曲 都能把人唱感动了 之后还有多遍的达拉崩巴 他用不同年龄段的声音演绎这首歌 还有综艺节目 明星大侦探当中的恐怖童谣 在此之前 应该没有人知道 让人毛骨悚然的恐怖童谣 是周深的声音吧 他就像音乐界的声优一样 太百变了 每一个歌手都有一个自己的特点 而周深的特点就是全能 什么样的歌都能唱 什么样的语言都能唱 之前在《创造营4》中 他就曾用多国语言演绎过一首歌 而在《天字的创音3》节目当中 周深和梁龙搭档唱《算你很》 也是不同地方的方言 加上快节奏的语速 甚至都没有气口的演唱和转音 让人非常的佩服 他和盖搭档唱的《玫瑰少年》 也挑战了Rap 非常的厉害 周深他对舞台 对工作 对每一个人 对一切都永远保持着一颗真诚的心 展现着自己最真实的一面 真的是沙雕 画牢 暖心 爱怼熟人 敬艳 真诚 爱道歉 等诸多立体统一的真实 正如网友所说 有周深在的音乐综艺 是最搞笑的音综 有周深在的娱乐综艺 是最好听的搞笑综艺 他可以同一天 无缝播出三档常驻综艺 可以同一天 跨五大平台播出晚会节目 可以同一个周发八首新歌 且质量都是有保证的 美好的周深 唱着美好的歌 而能和他相遇 陪他成长 岂不是更美好的事情 出类拔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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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个 下左了 下左了 恋爱的感觉 对 所以这个手机 我觉得其实挺适合女孩子的 那你 你 你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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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想睡 世界之大 后台抽奖了 准备奥王们 五 四 三 二 一 好 再来一瓶 五 四 三 二 一 好 给大家公布一下 我们中奖名单哦 哈哈 我知道春天在哪里 我追着春天追着你 朝着那未知的远方 就让我对你去流浪 我知道春天在哪里 我追着春天追着你 朝着那未知的远方 我追着春天追着你 我追着春天追着你 二 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